共军围台快闪 美非联合军演无缝登场 川普当选是否会力挺台湾 学者解读对台湾政策 偷拍美国军事设施 中国留学生被判坐牢6个月 22相贿赂款 重到车子拖不动 王大伟被判重罪 日本众议院大选 女性候选人参选创新高 观众朋友好 欢迎收听收看新网之声TV新闻速递节目 我是林希 今天是美东时间10月16号星期三 请您在节目开始之前 点赞订阅新网之声的频道 同时打开小铃铛 这样就不会错过每天最新的消息 亲爱的观众朋友 今天节目结束后 我们会分享一位70岁的香港刘先生的真实案例 他服用三高代谢宝后 不仅成功控制了血糖 还减了20多磅 这一切都归功于三高代谢宝的独家配方 全方位调节身体机能 平衡阴阳 激发自我疗愈能力 如果您也想了解这款纯天然健康方案的秘密 千万别错过节目结尾的分享 下面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 据中央社报道 中共14日对台湾进行联合军演 台湾国安局长蔡明燕16日表示 中共军演会制造副作用 让国际更加支持台湾 更看清楚中共对台政策本质 台湾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16日邀请蔡明燕 率相关情报机关首长提出国家情报工作 及国家安全局业务报告 并被质询 蔡明燕接受媒体联访时指出 这次中共军演在军事上有几个特点 第一是演习时间比较短 画设演习区域范围比较小 但是在空中兵力动员强度比较大 在政治上也凸显出中共和国际社会 对于涉及台湾的议题存在非常严重的认知落差 也就是国际社会普遍认为总统赖清德的国庆讲话 是温和 务实 理性的 但中共却认为 相关谈话是刻意挑衅 他表示 中共军演会制造副作用和负面效果 这次军演也掌握中共海空军基建与海警船动态 台湾国防部发布一段视频 显示台军在中共军演期间派遣各类武器 严密监视中共基建的场景画面 包括F-16战机瞄准了中共殲-15的画面 格外引发关注 视频显示 F-16狙击夹舱监视中共殲-15战机 历时十多秒 看起来中共战机浑然不知 台湾国家政策研究基金会军事专家李正修说 重要意义在于 凸显了我们空军有能力来监控中共舰载机 不管是射控还是长城监控雷达监控等等 都具备跟中共空军战机相抗衡的实力 如果习近平决定要攻台的话 至少要让中共付出最大代价 对此 台湾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陈世民认为 因为他不拿台湾 一定要拿下台湾 他没有拿下台湾 他对中共是很严重的 我相信他决定打了台湾 结果台湾没有被拿下来 习近平可能都下台了 搞不好连中共政权都崩解掉的 所以这个本身 我相信中共 唯有说他有实力 明确的把握之下 他才会真正采取一个战争的行动 现在就像流中央情报局所说的 习近平下令 要在2027年以前做好攻台准备 但这句话反过来讲 他隐含的意思当以太表 美国也认为至少2027年以前 中国还没有实力足够准备 所以在没有实力足够准备的情况下 当然现在的一些军事演习 你当然可以讲说 他是一个针对赖清德总统 他国庆日的一些演说 或者或许也跟蔡英文前总统 到欧洲的一个访问 他本身觉得他 中共有需要说去透过这样的军事演习 来把他的一些政治主张 来告诉国际社会 所以这个本身当然都是很明显的 都是一些象征性的政治的动作 可国际上依然紧盯中共军演 美日台英德接连发声 凭台海和平 而美国国务院第一次表达严重关切 指中共以军事挑衅 作为响应台湾例行的年度演说 没有道理 还可能引发局势升级风险 呼吁中方克制 对此陈世民表示 我相信中共这样的一个动作 当然引起大家对于你 中共在迫害东亚区域和平稳定的一个担忧 你这样的军事演习 你很明显的你显示你中共才是整个东亚的一个和平稳定破坏的麻烦制造者 那在这种状况之下 你看这一次中共演习 美国日本英国欧盟所发表的一些总统声明都相当严厉的对于对于这个中共的一个谴责 包括美国尤其是美国 美国在这一次他第一次 针对这个演习的问题 用到一个字眼叫严重关切 serious concern 严重关切这个字眼其实他 很重要的一个背景是在什么地方 是在台湾关系法里面 台湾关系法里面就是 美国就说就是用严重关系这个字眼 来形容 一旦西太平洋和平洋被破坏的时候 那美国要如何去应对 那现在这是过去这么多次演习里面 美国第一次使用到严重关切这个字眼 因此五角大楼则发表声明 抨击中共破坏稳定 并强调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威慑力 而美国菲律宾及其主要盟友 也展开大规模海上联合军演 威慑中共 15日 美国和菲律宾的海军陆战队开始与主要盟友进行为期10天的大规模联合演习 演习将在菲律宾以及台湾和南海的海域进行 此次海军陆战队演习被命名为KAMANDAG 在菲律宾语中是海上战事合作的首字母缩写 菲律宾海军陆战队表示 此次行动包括两栖登陆、实弹射击和人道援助等导演习 将有超过2300名美国和菲律宾士兵参加 其中还包括来自日本、韩国、英国、澳大利亚和法国的部队 泰国和印度尼西亚的海军陆战队成员 则在演习中进行观摩 最后台湾国安局长蔡明燕强调说 不排除未来中共会有常态性台海军事活动的可能性 因此国安局会加强国安团队之间的情报分享 持续和国际盟友加强战略沟通 掌握中共政治意图以及相关军事动态 可以事先预警、应对处理各种状况 中共正在挑战美国的全球领袖地位 这一点已经是美国两党的共识 日前 前白宫国安高级官员撰文 强调中共对美国的威胁 同时 认为川普的第二任期会削弱美国保护台湾的力度 拜登政府前白宫国安会中国与台湾事务资深副主任杜如松 10月14日在纽约时报撰文指出 中国是美国的地缘政治对手 其中包括弱化美国阻止中共入侵台湾的威慑力 他的主要论据是 川普受访时表达过台湾应该支付美国房屋费用 川普7月在彭博商业周刊的采访中表示 台湾应该向美国支付房屋费用 同时声称 台湾抢走了美国差不多100%的芯片业务 当时引发广泛讨论 也引起台湾岛内一些舆论担心 川普会出卖台湾 美国在川普任期内 扭转了对华绥靖政策 转而迎战中共挑战 另外 在川普任内 美国批准台湾浅见国造的营销许可证 同时 国务院废除了美台交往限制 之后 美国政府及国会不少官员和立法者访问台湾 旅美中国政治学者王君涛博士表示 川普前总统 他主要想的就是美国的利益优先 台湾不是他解决美国当下问题的最主要考虑问题 比如像香港问题上 最初他认为香港问题是中国人的问题 但后来中共实行国安法之后 他就签了国会两院当时送给他的 关于香港问题的制裁中共一系列措施 今年5月 根据《华盛顿邮报》报道 川普在一个募款活动中表示 如果中共在他任内入侵台湾 他会轰炸北京作为回应 在10月另一个访问中 他表示 在自己任内 中共国不会攻打台湾 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研究生石峰云 今年1月 于弗吉尼亚州纽波特纽斯造船厂附近 操控无人机 拍到仍在设计且带有机密系统的美国海军舰艇 10月15日 被法院判刑坐牢6个月 石峰云在造船厂大门外架控的无人机 卡在附近民宅的树上 从中取出的SD卡显示 拍摄到的镜头 由海军现役舰艇和预定提供海军使用的舰艇 负责侦办本案的FBI专员杜根说 我们的敌人很想知道我们在建造什么 我们的工作则是随时掌握先机 联邦当局根据间谍法起诉石峰云 理由是他违反了其中 禁止拍摄军事机密设施的条款 7月8日 石峰云在法庭承认6项指控中的2项 禁止拍摄军事设施 以及使用未注册的无人机在国防空域拍摄 司法部撤销其余四项指控 他承认的两项罪名各判半年 可合并执行 因此他只需坐牢6个月 经营该船厂的航停顿英果司工业公司 对此判决表示满意 并感谢执法单位认真调查 保护重要的国家安全公事 该公司声明说 感谢法院针对这一事关国家及安全的案子 仔细量刑 很高兴石先生被判处在联邦监狱 坐牢6个月的徒刑 我们相信无人机这类飞行 损害了保护船厂上空的能力 也损及我们为国家进行的工作 中国辽宁省前副省长 公安厅党委书记兼厅长王大伟 被控受贿5.55亿元人民币案 10月14日在湖北省襄阳市中级法院 依审宣判 王大伟遭裁定 受贿罪名成立 判处死刑 缓期两年执行 持夺公权终身 个人全部财产遭没收 王大伟在2008年到2022年间 利用担任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委常委 政法委书记 黑龙江省公安厅党委副书记 副厅长 辽宁省公安厅党委书记 厅长 辽宁省政府党组成员 省长助理 副省长等职务时 为辽宁中望集团 辽宁红运投资集团 孟冰等单位和个人 在企业经营 案件处理和职务提拔 调整等事项上 提供协助 直接或透过他人 非法收受上述单位 和个人给予的钱款 汽车等财务 2020年3月被调查 中国官媒央视 在今年初播出的年度反贪大片 持续发力纵身推进时 曾揭露王大伟 收受汇款禁办 来自中望集团实控人刘中田 刘中田第一次行贿 就是4000万元人民币 加上400万美元 装了22个纸箱子 把王大伟用来装钱的商务车 都压得上不了地下室的斜坡 在几个月后 刘中田要先后4次 在澳门送给王大伟合计2亿港元 2017年 中望集团涉嫌骗会的违法问题 开始暴露 一名副总被逮捕 2019年下半年 公安部向辽宁省公安厅 移交了相关问题线索 王大伟一面向刘中田通风报信 一面指示办案机关 点到为止 2020年 中望集团巨额债务问题 引发重大区域性金融风险 王大伟仍极力包庇 致使措施化解金融风险的最佳时机 2021年 中望集团因重大亏损和运营困难 被法院裁定破产重整 日本第50届众议院大选 15日发布公告 到10月27日 为期12天的众议院选战正式开跑 这次众议院大选 共有1344人登记参选 值得关注的是 女性参选人数 创下2009年以来的记录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 10月15日 日本第50届众议院选举发布公告 面向27日投计票 打响了为期12天的选战 来自9个政党的1344人报名参选 其中女性候选人 达到创新高的314人 她们将争夺 全国289个小选区 和11个比例代表区域的 共465个一席 首相直播帽领导下的 自民公民两党联合执政 能否获得过半数议席成为焦点 发布公告前的两党原有议席数 合计为288个 这将是2021年10月之后 再次举行众院选举 前首相岸田文雄执政的三年政绩 也是评价物件 此次是小选区额定议席数 实增实检之后 首次根据新的选区划分实施 石破帽就任首相26天后 就迎来投计票 时间为二战后最短 石破帽在福岛县盘城市 发出选战第一声 就自民党派系 收回扣问题表示 在深刻反省之下 自民党将打造全新的日本 他提及 中共与俄罗斯侵犯日本领海和领空 强调必将守护日本的独立与和平 这期的新闻速递就到这里了 欢迎就今天的新闻话题 在视频的下方留言 请别忘记帮助我们点赞 订阅还有分享 感谢您的支持与收看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下面是广告时间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 70岁的香港刘先生服用健康520 三高代谢宝后的意外收获 刘先生原本因为三高问题 开始服用三高代谢宝 结果不仅血糖稳定在6到6.12之间 还意外成功减重 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他的故事 我的工友和同事朋友 见到我就是 九个月之后 减了10公斤 20几磅 我们就觉得奇怪了 为什么你要吃什么减肥药 我以往就吃过五色零食 我又吃过黑醋 都没效的 做这种东西之后 OK的就行的 它是好过你吃一身品 最大功能就是因为我 这么短时间减了10公斤 除了样子稳定之外 是很精神很充满 功效不能够做的 必然之后真的不能够做的 刘先生还提到 刘先生的身体 能有如此多的改善 正是因为三高代谢宝的 独家配方 它能全方位调节身体机能 平衡阴阳 激发人体自我疗愈能力 如果您正在寻找一种 纯天然的健康方案 三高代谢宝就是您的最佳选择 想了解更多详情 请访问健康520网站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刘先生即使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